水里香明和国中跆拳校队是南投县内外比赛的常胜军 只是每次明和国中外出比赛的时候 学生的接送往往就是很困扰的问题 长期赞助的爱心企业融成职业知道了之后 就特别捐赠了一台九人坐的乡行车 来协助校方解决问题 也让学生能安心比赛争取好成绩 白色全新九人坐车辆 车身应着明和国中跆拳倒队 就是爱心企业融成职业特别捐赠 主要帮助学生能够前往各地参加比赛 明和国中和尚团用美妙的歌声献上感谢 爱心企业董事长也听得很感动 今天是长期来资助我们跆拳道队的荣城职业公司的 郑董事长带了一部向心车 要赠送给我们学校的跆拳道队 让教练在训练在比赛的时候 能够很方便带着小孩子们出去参加比赛 好上车咯 有新车乘坐 让跆拳道队员都相当高兴 抢着上车体验 刚拿到亚运金牌的校友谷小双 也刚好回到母校指导学弟妹 也一起来体验 想到过去都是靠教练吴冲哲自己开车 客难接送 谷小双相当感谢爱心企业的50赞助 就是这样因为自己开车 然后载我们出去去比赛这样 然后其实就是有钱那些 还有就是都是教练队保养 那些都是教练自己吸收 对然后可能车子也会有一些老旧跟故障这样子 对然后今天就很谢谢那个郑董事长 能够来送我们一台那个跆拳道专用车 对 都是用游览车的话 换算下来每天的游览车的费用非常高 那因为我们出去每次用大巴或者中巴都是二三十个人 那小型的再来机动性就是像友谊赛交流等等的 或者是我们要生断的 还有现在目前水上高中的 所以它的功能性有许多 我们需要一台这个九人座来这个帮忙这些孩子们 这个是主要我们需要的地方 荣誠职业郑董事长实在很有心 除了捐赠一台接送专车之外 也一步一步协助重建民和国中的教师宿舍 以及赞助学生找午餐 这样大的礼物也让人看到爱情老板默默行善的君子风范